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温呢 如果它是在处于这个38度5以下 家长呢 不用过度紧张 进行湿度的物理降温 一般都能降下来 如果特别是小婴儿的发烧 尤其三四个月以内 一些退热药是不合适的 不能使用的 对小婴儿的危害比较大 这会出现高热呢 它会出现一些并发症 比如惊觉这些情况呢 那是需要积极去医院 让医生来进行治疗 那么在家居家护理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小婴儿三个月以内的孩子 主要以物理降温为主 松解一倍 可以用一些温水进行擦育 如果持续不降 迅速到医院 由医生来治疗 再有一个方面 家长所说的这个高热不退 可能就是由于太着急了 因为任何一个退热药的使用 它不会在三五分钟内让你的体温降下来 药物进入体内 通过胃肠道的吸收 转换起作用呢 一般是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这会儿呢 如果高热特别高 家长可以在吃药的同时呢 配合一些物理降温 比如温水擦育 头部至于冰带 还有可以进行温水早的洗育 或者到一些凉快的温 凉快一点的环境 等待 药物起效 如果长期出现高热不退 或者低热持续的情况下 一定去医院就诊 查明原因 对症治疗